巴着俯瞰北京的上空虚晃多名顶级保安 和阿耶莎一起在胡同里乱窜 被中国变脸吓到怀疑人生 对着弟弟差点使用正义之鉴 史蒂芬库里的中国行到底有多结地气 2017年库里开启中国行 刚落地库里就被球迷团团包围 在签名时库里发现了自己还未发售的球鞋 他还掏出手机仔细研究了一番 第二天库里一大早就来到北京央视总部录制节目 你们看他的手感依旧火爆 在百米高空库里还来了个趴地俯瞰 离开CBD后库里和阿耶莎在胡同里乱窜 听说北京京剧和北京烤牙很出名 库里中午时和家人一起去体验了一番 当天中午库里开启北京校园行 看到这里我算是明白了 原来不只是字母哥 就连库里来了都要带着小学生练篮球操 不过和字母哥相比 库里还现场教学了一波运球 当夜色降临后 库里兄弟转战太妙宣传了一波球鞋 他还和平坦大满贯球员丁宁切磋了一下乒乓球 第二天库里马不停蹄地赶往成都 下飞机的第一件事 库里就炫了一朵火锅 库里说火锅是他最喜欢的中国食物 不过这个变脸表演着实把库里吓得不轻 吃完后库里又去商场露了个脸 可以看到这人气是相当炸烈 这一次库里实在手痒 他直接上场和球迷来了个5v5 打完这场还不够 库里又跑到露天球场和球迷来了个亲密交流 第三天库里感受到了杭州球迷的巨大热情 在中国传统民宿里 库里学习了一下中国太极 为了展现自己的建树 库里差点手认了自己的亲弟弟 接下来的几天 库里又来到中国台湾 打了一波巨人篮球 然后去香港当了一波口蓝王